- 羅網公民! - 校尾南公跨mine! - 哈嘍大家好,我是羅網老師 今天呢,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老朋友,Sean 那我們今天要跟他講的主題就是呢 這個叫做跟蹤騷擾防治法 什麼叫做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干擾是什麼? 就是我傳訊息給你,你這有算干擾嗎? 但是還有一個關鍵,你就抓住一個關鍵就好了 就是當事人是不是覺得不舒服? 又是主觀認定,那這個就有點恐怖啦 當事人主觀認定就是說你違反他意願的方式 然後傳這些訊息幹嘛的 好,這是一個 第五個 對於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其他的追求行為 好,各位 要求約會就有可能會被抓去關了 就是重點來了啦,就是說 你不能夠你在邀約的時候不能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一個很煩的一個行為 可是要求約會這個其實說實話很模糊欸 而且說實話真的是有點模糊 而且同時這件事情其實跟性騷擾防治法 有異曲同工的某程度的惡意可能性 因為這通常都是女性會作為可能受害者嘛 對 那他如果判定說 他如果跟這個男生原本交往 我們經常發現這個狀況 原本交往 然後呢 後來他們兩個在一起之後 他女生就 然後後來有一天吵架 結果女生 就 他們兩個在床上 然後就突然吵架吵起來 那女生就告訴男性少了 或多性侵 對 這個狀況已經很多 不是一次兩次喔 是很多次喔 那同樣狀況是不是同樣的 會發生在這一次的 這種情況之下的確是 這個就是比較爭議的部分 對 就是我要求約會 那這樣子你也可以來告我這樣子 對 那這個判斷基準 可能就要交給法官來判斷 那 可是這樣子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哇動輒得救啊 我跟 我要求跟你約會而已 那就有可能會被告上法庭這樣 所以這個有點危險 那這裡還是要呼籲一下 因為我知道 某些女性女性朋友們 會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就是 但我是非常認為這樣不太好 但是女生好像真的有這種習慣 就是說 男生要約你第三次的時候再答應他 你有沒有聽過 有 他說 比較難得到的會比較珍惜嗎 這個是 對 以後 以後你就不要再用這一招了 這是不可 就是 因為 如果這個法律真的弄下去之後 就是男生跟你要求約會 那你如果不要的話 他可能就不敢再繼續要了 對啊 因為 我就怕違法了 對 我就怕違法了 你在約第二次呢 你要騷擾我 這個時候這就不適合金石的文化了 這個就 對 之後就是 女生就是記得 就是 你如果真的對他有意思的話 他第一次約 你就要答應了 因為他可能不敢約第二次 把個妹這麼困難 對 現在 把妹跟那個 所以以前那些招術可能都沒辦法用 有一句話之前叫做 獵女怕殘狼 你有聽過嗎 獵女怕殘狼 獵女怕殘狼就是忠貞獵 忠貞的獵女 最怕就是 殘住你 他就是一直跟你要求一下 陪人家一下又不會怎樣 吃個飯嘛 吃個飯又不會死 小一塊肉 對啊 你不喜歡我沒關係啊 吃個飯又當個朋友就好了 獵士大 色狼 西門慶 對 西門慶就是會被抓去關 對 保證抓去關 因為那個時候是男尊女被 但現在就不一樣 現在是男卑女權 某程度 男女平權什麼之類的 但是 這個東西真的會讓我們有點怕怕 就是說 你要求約會 你要不要設一個那個 比如說約 超過三次 這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沒有啦 他就是要求約會 他們應該也蠻難的 不過立法院租公啊 你要 關照一下像那個羅文老師 還有像這樣子 說你 就是 要怎麼處理咧 就是我們之後可能就真的是約一次喔 沒有 我以為你要接下來就是去烏克蘭 反正烏克蘭到時候要準備難民逃走 然後最後要打仗 然後要拯救烏克蘭的那個 你不要再講得這麼正大光明了 真的 烏克蘭女性朋友們 台灣歡迎你 再來 第六 對於特定人寄送 流字 展示 或者是播送文字 圖畫 聲音 影像 或其他物品 就是簡單來講 你寄什麼東西給他啊 你常常寄一些東西給他 比如寄信給他 包含電子螢幕欸 對包含影片 對影片然後跟 包含一些那個 我都有置入信 置入信一個訊息在一個YouTube影片 然後再 比如說我 我很有錢對不對 我買一段 比如說買 那個 Jomaine 幫我講說 我愛茶茶 像有Joanna 那個告白什麼之類的 或者說在那個廣播裡面 然後這一首歌是獻給誰的 對 爆炸 哇 真的爆炸欸 而且 就是重點人家不喜歡你 就是關鍵還是在於就是 可能是 那未來的那個 可能會發展就是這樣 就是你真的要出手就是在於 你要很確定他喜歡你在出手 嗯嗯嗯嗯 好 就是只能這樣子了 要不然你傳一個什麼東西給他 他就告你 好 就是 重責得救啊 對 但是如果你就真的像有些男的 就真的傳一些 傳一些下體照過去 像那種就 像那種就是性高的房子 這應該 這就是垃圾 這沒關係 就真的抓去關 可是他沒有他是想說 播送展示 寄送文字圖畫成 你說可能包含寄信就算了 好 你寄一些信我就不想要 包含email email email你也不能亂寄喔 這些東西 請大家注意一下 好嚴格啊 第八 濫用特定人的資料 或未經其同意 訂購 或品 或服務 嗯嗯 比如說 麻煩幫我訂 一束玫瑰花 到某某公司去 叉叉小姐收 抓去關 但是 法庭是有全力要求花店透露其個人隱私訊息的啊 就是 就是你如果濫用個人特定資料 就是因為你知道他公司在哪裡嘛 然後就可能叫人家寄個 那個 送個花 嗯 寄個衣服 什麼東西 那這個就又構成了這個 所謂的 跟蹤騷擾防治法 真的非常嚴格耶 聽起來 非常嚴格 這八項其實是 有點嚴格 然後裡面比較 真的很容易會觸發 說實在的 比如說你 你傳一些圖畫 我自給他 那這樣就有可能構成了 對啊 然後那個 那就包含貼圖嘛 對你包含貼圖 當然包含貼圖啊 你早安也不能傳喔 五彎就說 對不起也不能傳喔 對不起都不能傳 就是 重點在於說對方的意願 但是重點啊 我怎麼知道對方的意願 對不對 以前的那個PUA可能會有一些test嘛 對不對 test說他對你有沒有意思 能不能進行下一步 可是 有在你PUA的那些招數 可能一死出來 立刻就GG了 現在是連test都不行 因為test都已經引起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對都有可能會 會構成這樣 各位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還有立法院租公 還有對岸的同學 你要聽一下這件事情 女性 我問過很多女性的朋友 她說那你這樣 奇怪你為什麼 你一開始 會不想要 不喜歡他 換你跟他在一起 通常都會有個情緒的反轉 但是 但是 就是還有醞釀時期 對還有醞釀時期 那你如果連醞釀時期都二殺 我不是反對女權跟女力 但是問題是 可不可以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一個標準 而且這個東西是 比如說 真的是 約會 我約你三次 對不對 約你三次 或是有明確的 對方覺得很反感很反感 而不是說 只要對方屬意 他覺得主觀的反感 但我剛剛講那個case 也是主觀的反感 只是沒有那麼強烈 他沒有到什麼跟蹤 或是怎麼樣 但是後來他們兩個真的在一起 沒有結婚了 請問一下 這個狀況 你覺得這個是酸糟糕嗎 你這樣就算 以後這個情況 這樣就算了 但是人家結婚了耶 你可以去問周周問一下 身邊我相信有一些女生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有些女生可能要追久一點才會追得到 他的確是 他真的是 精神琢視 金石未開 但是他是 本來對那個男生 他就是中立的 沒什麼意見 其實那個男生對他來講是沒有 中立 而且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但是後來他的一些努力 的確打動了這個女生 但是你在打動的過程中 你直接把他判 就直接判刑了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人家打動的過程裡面 不能讓他有 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中間也有 這個其實是很 女生有生氣阿 但是我問你 女生生氣的時候 人類在生氣的時候 經常出現過激行動嗎 然後那天人做了這些行動之後 後來會反悔 會後悔的 那請問一下 當下那個人生 那個女生 受追求者 他做了一些過激 比如他就直接打電話 給那個110 給警察 接下來男的被抓去關之後 他反悔 那請問要怎麼處理 我問你阿 因為他是告訴乃論 所以可以撤告 因為他是告訴乃論 所以他可以撤告 但是就是 但是你 因為你 你現在是已經 他後來在一起了 你再去看 可是重點是他們 就是你如果 站在當時候 他在追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 對就不一定阿 對那時候他還沒有對他產生好感 所以說 這有沒有可能呢 造成就是說 女性在被追求的過程裡面 然後 男生可能 因為我是說實在的阿 不是我們每個人 天生就會很會追 你知道嗎 他是需要累積經驗的 累積經驗的 就跟Social一樣嘛 他是Social的一種阿 有時候用錯方法 然後對方可能有點不舒服 然後會生氣 那如果是以這個法的話 他可能就 已經被抓去 就繼續阿 直接抓走了 他被抓走了 他可能真的搞砸了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技能很差 就在新手村 他沒有法過妹嘛 他沒有追過女生阿 他 我們就是興奮哥嘛 你就說好像是興奮哥 我好興奮 我好興奮阿 然後結果 那女生看了 就覺得不高興 因為我看到 我看到那女生 我就想要把他 我想要追他 結果就被抓走了 因為他看 他是真的你要告阿 因為他覺得 那女生覺得他看到他很多次 他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樣可不可以搞 對 所以說我們希望可以給我們一些更明確的一個標準 我們不是說我們反對這個法案喔 這法案的確有他的重要性 但是 可不可以跟我們一些比較標準 給我們一套行為的準則跟標準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他的法則 一般跟蹤騷擾行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科或病科 三十萬元以下罰警 三十萬 好 那如果你是攜帶兇器或危險物品 就是加重跟蹤騷擾罪 你如果是帶刀子幹嘛 那帶刀子真的 那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個 拘役或科或病科 五十萬以下罰警 五十萬 但是如果你是 一般跟蹤騷擾的話 是 一般跟蹤騷擾會加強 一般 加重的話 就是你有帶兇器 那個就變成 非告訴男人之罪 非告訴男人之罪 就是不能夠測告的 所以說 一般情況之下 就是 可以測告的是 告訴男人 然後呢 你還可以來申請保護令 然後 違反保護令的話 也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科或病科三十萬元以下罰警 是 那如果 檢方認為 行為人最嫌重大 有反復實施跟蹤騷擾之語 也可以向法院申請 預防性積壓 還先可以把你把他關起來 這個可能就是 剛剛那個情況 就是那個 很危險的追求者 那個 然後就是一開始 可能去辦個鎖記 可能電源驚為天人 然後後來就 瘋狂追求 對 然後後來把他那個 弄死掉這樣 那這個可能就是 在這裡 所以這時候可以來進行 預防性積壓 好 今天呢 非常感謝Shawn 來跟我們一起了解 這個我們最新的 而且呢 非常有可能在這個會期 就通過了 跟蹤騷擾防治法 我覺得你講得太詳細了 你看懂了嗎 你太講得太詳細了 會害到很多男生 沒有沒有很 啊可是 總比你到時候被抓到 所以說 對 你如果不想要被抓去關 在你追女生之前 請你先看我們的節目 對 這個非常重要 要了解我們現在的節目 要把妹先看羅倫老師 跟才笑你說 對 沒錯 那這個就是 避免你處罰 那就是未來可能就是真的 你要比較確定 這個女生對你有意思 嗯 那女生也不要再ㄍ了 怎麼約到第三次再出去 沒有 你真的不能怪他 有意思你第一次就要出去了 別的說什麼台灣男生 都是草食男啊 好男人都死光 不是好男人是都怕死 所以不想 不想要進牢籠 那會不會因為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未來就變成佛系男 出聲率開始 已經這樣已經這樣 然後就開始了 斷養 會不會變佛系男呢 沒有被逼的啊 對因為真的 你動輒得救 我跟你講不會啦 因為有錢的 就是要會把的 我跟你講 弄一個眼神過去還是一樣 對啦對啦 就是以後可能要多加注意一點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這個法律 可以給我們一些 比較明確的一些標準 你悲鳴一下 羅老師跟柴 跟順好不好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們拉上去 好啦 那就是這個大家 還沒結婚呢 要悲鳴我們一下 就是 要給我們 要不然我們真的要出走烏克蘭 克里米亞巡島 克里米亞半島 我們歡迎烏克蘭的那個 真的 來我們這邊尋求保護 你看你為什麼當初要邀那麼多 烏克蘭跟俄國妹 就是這樣子的名 啊不是 對我們要整個過他 是不是 現在東烏 東烏克蘭現在就是劍拔弩 要逃過來 逃過來 超過的 真的要小心 好 非常感謝 邀請教我們說 那請大家多多訂閱 然後也希望大家多多訂閱一下 羅文老師的頻道 趕快啊來買開運手環啊 開運手環 手學高啊 很不錯 開運手環對岸的同學可以來買啊 支持一下 今天的羅文好公民 小陽公掛買 掰掰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羅文好公民頻道 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囉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 訂閱按鈕旁邊的加入會員功能 就會看到許多的專屬會員的功能介紹喔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